欢迎大家来到Simple A Class的YouTube Channel 这就是Simple Course on Circle Tangent Page 28的一条MC题 首先我们将题目的所有资料放在Circle 放在Figure上 我们将这个Figure抄到我们自己的草稿子上 现在这个题目就很好 给你一个Figure 但如果没有Figure的时候 你便要自己Figure out 那个图形出来 根据Information 第一点就是 它说两个圆圈接触A Point和B Point 然后两个圆圈 它们碰到的位置是C 所以我们就会得出这个图形 你会看到一个大圆圈一个小圆 如果两个圆圈和题目比了的图形 是很不像的 因为题目就好像是两个一样 其实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当题目没有说到 究竟两个圆圈是一大一世 一样 还是一世一大 我们就特意画到它一大一世 一揽一插 因为如果两个圆圈是一样的时候 反而会让自己误会 而且概念很自然 就会认为计法是很不同 或计法是很不同 所以我们画了一大一世的圆圈之外 就把线连起它 就像题目一样 我们知道AO是一个radius 所以我们就叫做R1 然后OC也是R1 这个OB是R2 是另一个radius 然后O2和C也是R2 你会看到 由于两个R2 都是等边 R2 R2 所以 两个角 就会是一样的value 首先 它就说要找 ACB 即是说 ACB 等于问候 叫做θ 方便我们去找它的value 要计算θ 的时候 我们看着这里 唯一想到的就是 adjacent angles on straight line 等于180度 所以我们就要找 这个角和这个角 叫做θ1 θ2 θ1 为什么 这里叫θ1 因为 就是R1 R1 R1 等边 isorcer triangle 所以 我们就会得出 这个是θ1 这个是θ2 然后 我们就看这里 我们就写下 θ 加θ1 θ2 等于180度 reason 就是adjacent angles on straight line 我们要找θ 即是说 我们要找回θ1 加θ2 的value 出来 好了 我们现在 把所有information 都填下去了 亦都 找了些角 给了些unknown 它 我们就把这个 橙走的圆圈 把这个 Trapesium 转到下面的头 不要让圆圈绕乱自己 看到这个Trapesium 之后 我们会 还有 就是这里 这个是直角 因为 strait line touching the circle 这个圆圈的点 连去中心的 radius 就会 成为90度 直角 这个 同样地 都是这样 所以 Ao 1 和 bo2 是 parallel parallel line 我们 用θ 加θ1 θ2 等于180度 这个资料 已经 用了 所以 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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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nformation 去 看看 其他的 资料 看看有什么 未用 然后 继续 这条数 我们就看到 θ1 θ2 θ2 然后 这里 就是我们要计算的θ 那 你就会在想 如何θ1 θ2 relate 到这个 我们要找的θ 而 你又看到 旁边 有两条parallel line 你未用的 这个资料 所以 就会 激发你 想起 我会加一条直线 在这里 而且 是要和 旁边这两条线 parallel 那我们就可以用 parallel parallel lines 的特色 relate angles 所以 你看到 这条虚线 就是我 之后construct出来的 是parallel 那 o1 就会等于 o1 o2 o2 这个原因 就是 alternate angles and of parallel lines 然后 我们就会知道 原来θ1 是等于θ1 加θ2 那 我们再放上去 颜色的时候 就会知道 原来 两个θ1 就是 两个θ1 加θ2 等于180度 因为adjacent angles on straight line 其实就是 濕到上面的 瘦道 最后的答案 就会得出 θ等于90度 我想刚刚的内容 应该帮到大家不少了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你们留留言 来问我们 如果想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 就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拜拜